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 講到鄧穗文,你對這位港劇天后記第一印象是怎樣? 是否馬上會想起他演過記的角色? 是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入面多情這遙小蝶? 禁止玉葉裏面霸氣側漏記如飛? 或者跟過梟雄之以海豪情裏面爽朗記九妹? 還是跟過梟雄入面剛柔並重記四奶奶康寶奇? 這些經典角色都是鄧穗文和我們記記憶中緊緊相扣 但實際上,他記藝人生牙遠不止於此 出到四十載,他深演過的影視作品超過百部獲獎無數可在香港劇迷眼中 上述過四個角色先序陷動人心 講起鄧穗文,這位女人真是十分非凡,事業起伏跌當 情感路途兜兜轉轉至今仍未有中落 更令人遵遵落到記系,他竟曾經做過第三者 這麼無損他的人氣,究竟他有些什麼獨特魅力? 可話越返,鄧穗文記童年卻充滿苦劫 他一出生時,底腦都更年輕,怎知做媽媽 結果將他送去住祖父家 一年四季得在祖父生日那天才可以見到媽一面 接著,爸爸媽媽來了婚,再都另結新歡 媽媽甚至叫鄧穗文以後都不好再叫他做媽媽 由此,鄧穗文就變成了沒有爹沒有媽的孩子 人家總說,隔代親雖然住齊祖父母 但他並沒有得到應有寄寵愛 祖父成日暴力,小小個既他居然要承受家中繁重家母 甚至要學整晚飯 當其他小朋友是家觀賞卡通的時候 鄧穗文卻只能陪著祖父母觀賞粵語長片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既鄧穗文極為缺乏安全感 渴望自己能夠很快成長 很快掌握自己的人生 正如他在電視劇裡面見到記主角地獄熱襲一躍 18歲既時候,鄧穗文曾夢想做一名空中小姐 高考部讀志願時都偷偷填空者 因為一旦可以開飛就不用整日返家 但遺憾既是年齡未夠,當空者要至少十九歲 所以,夢想炮湯後,鄧穗文去了茶餐廳打工 大展十級拿魂 曾月時無意中知道,做明星可以很久不返家拍劇 於是他決心追尋自己由小至大的影視明星網 就是這樣,他小心翼翼剪低報紙上 寄無線藝員訓練班廣告,準備去試 從小就愛幻想寄鄧穗文 或他早已在心裡想像過自己未來寄精彩人生 正如他所看的電視角色 他終於有機會去改變自己寄命運 香港的鄧穗文小時候就讀女校 化妝者黨時對他來講簡直就是天書一躍 報考無線藝員訓練班那時 他竟然要教一張化妝的照片 不懂得化妝的他 和同學那麼亂七八糟地擺弄一輪 誰知竟然悄悄地考到入了去 對於鄧穗文來說,自己真是幸運 入到藝員班令他很開心 不過,入了班之後,看著周圍的同學有郭富城 小美琪和麗美嫻等後來變成TVB的大莊主 自卑心裡冒起來了 覺得他們英俊美女多了,風光多了 這樣的情況下,比不上人家樣貌身高 還有氣質的鄧穗文 只有默默地告訴自己要更加努力,更加進取 他怕到幾個月之後就被淘汰 所以拼命禁三番四次練習 被任何人都要逃入 幸運的事又一次來到鄧穗文身上 他在無線結業的時候 涉人貴精東正準備開機 原本定了的女主角是翁美玲 不考點的是,那年翁美玲在家開煤氣自殺 劇組要快快地找人替換 而那個機會就跌落了鄧穗文身上 曾經有人問鄧穗文會不會覺得有劃力 因為他第一次拍劇就做女主角 而且還要和萬子良合作 但是,可能他那時小妹仔一個 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劃力 他就是這麼回答 你給了角色我,我就盡全力去演 當時的鄧穗文純情得理 沒有什麼多餘的想法 他只想盡最大能力去做好每一場戲 並且覺得自己做得多不錯 他憑藉著這個角色和無線簽了五年的長約 無線也正式將他視為翁美玲接班人來培養 之後的五年,他在《開心女鬼》、《大成小仔》等等的劇集裡面 呈現出的形象多數是由情至水、可愛至極、雅浩小翁美玲 由當年無人問津的鄧穗文 變成大家夥都要關注的大明星 他的星圖越走越亮 私底下,他和第一次和他合作戲的《萬子娘》恩劇結緣 萬子娘帶他九歲,成熟穩重,對他關懷備致 給到一向無安全感的鄧穗文一種被呵護的感覺 那麼,萬子娘就成為了鄧穗文的初戀 作為男朋友,萬子娘盡職盡責,對兩人的感情顯得非常呵護 即使是街頭顧面不顧,如果吵架了就控控他 不介意貴地認錯,全部的作為都只為了令他開心 一個男人當街下跪,真是非常愛護對方才會禁不計形象的 那時候的萬子娘本來是想著和鄧穗文百頭佳佬 他曾經說過會等他十年,然後娶他 不過,世事難了,當年聯滴滴的鄧穗文不明白什麼叫愛 覺得萬子娘對他的好反而成了一種束縛,他只想逃離 兩年多的戀愛最終獲想句好,他們的戀情走到微聲 分手後,鄧穗文全力以赴埋手於演藝事業 接連演出了《二天屠龍記》等劇,的事業達到了巔峰 但是,他心中仍然欠缺安全感,對於未來仍然充滿疑惑 他曾經坦然,我有些空虛,不斷禁抽走身上的資本 到最後就會一點都沒成 我經常都鑽然在電視城裡拍戲,如果這樣持續下去 我最後真是無事可以拿出手 於是,鄧穗文作出了一個魄力決定 暫時放下演藝事業,遠赴海外學習設計,為自己增值 當他到了美國進修時,終於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踏實感 他原本計劃學成歸來後,就在美國尋求設計師的工作機會 因為他不想一輩人都是別人安排 他曾願,出世的時候我沒得選,但我不願一輩都束縛在無選擇的命運裡面 這段劉學生活對鄧穗文來說,是最享受的時光 在這裏,他終於重沉到自己的初心 這麼多年來,儘管有多少人崇拜他、愛慕他 他始終覺得安全感是壓不到的燕魂 他以為,世間的寵愛未必能長久 然而,劉學經歷令他誤到自己的本心 來清清楚自己想走的路,想過的生活 當所有困惑都一一解答之後 鄧穗文卸下了重搭,慶葬簡便敢回到演藝圈 雖然離開了幾年,娛樂圈早已翻天覆地,但他無有退縮 終於,在1996年,他加盟了亞洲電視 並接連主演了《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等深受歡迎的電視劇 其中,他在《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中飾演的姚小蝶 令人過目難忘 的確,這個角色對於鄧穗文來說 是入行以來最為辛苦的一次挑戰 他需要將姚小蝶從一個16歲的少女演到40歲的成熟女性 不止年齡跨度大 姚小蝶的背景和個人經歷也和鄧穗文差天共地 姚小蝶細蘿蔔的時候就已經是溫室裏面的花朵 而鄧穗文的童年如果說起來都是一把雷 他只能努力在自己身上穩沉和姚小蝶的相似之處 這個過程非常艱難,但是勤能補絕 嘗試之後,他成功將姚小蝶的角色全適得淋漓盡致 令自己的事業再度紅火 鄧穗文的人生一次又一次的驚人之弱 證明了他的實力 他買了房子,甚至都計劃好了退休後領享清福的日子 然而,命運總是充滿變數 一段坐前的愛情又一次將他推向低谷 在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拍攝過程中 鄧穗文與江華恩氣結緣,演藝情感延續到現實生活 就連聽下幾次童話的故事,但實情卻並非那麼簡單 當時江華已經是人夫,妻子麥傑敏懷有新人 鄧穗文從來沒有想過會介入他人的婚姻 即使如此,愛情的盲目 卻再一次將他推向了無法自白的心願 記不記得那段時間,江華追求鄧穗文說出了很多甜言物語 令到他是無條件逃入這段情感 他在節目上都坦然過,完全信任對方 現在世事續無都擺一邊 不知這種捨我其誰的愛情信念 是不是都令你感受到香港愛情故事的獨特魅力呢? 不過在娛樂圈,故事有時候都會出現反轉 當媒體曝光了鄧穗文與江華的關係 本來對他甜言物語的江華轉身去支持自己的太太 結果令到鄧穗文的明星和事業受到嚴重打擊 那段日子對鄧穗文來說,真是低谷中的低谷 這個時候遇上金融風暴,似乎一切都對他不利 不過,似鄧穗文禁的香港女強人,從來都不是那麼容易就放棄 在困難中獨自去內地廣東發展,一個人唱歌、跳舞、抽獎 還包辦了很多其他的工作,真是很有香港精神 正當大家以為他是鄧穗文人生中的過客的時候 鄧穗基這位給他大三歲的無線電視演員和流行歌手 為他的人生帶來了新方向,成為了他的依靠 經過一年時間的優養生息,鄧穗文再次踏足TVB 進入金之肉業的攀高處事業再次起飛 到了近年,55歲的他更嘗試北上發展,繼續在事業上求生求變 雖然感情生活居著進展,但他在現實生活中完全心滿意足 感謝珍惜一次,堅持到底 最後,鄧穗文的故事令我們體會到無論遇到多少困難,都不要放棄 在追尋愛情的路上,寧缺無濫是他給予所有人的建議 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 堅持不懈,活得充實又幸福 好了,今期節目就到這裏了 下次再見,記得定我們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的香港娛樂圈故事的話 就快點點擊鐘仔通知啦! 再見 再見 有關 你